大家好今天来说一下我们这个blender 需要导出fbx带动画的文件 那么会出现一些动画上面的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来 总结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这个 如何导出fbx导出动画没有问题啊这些问题 怎么来解决掉 那么我们先 先从这个形态键的动画来入手 那么现在 现在我做了一个形态键的动画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动画摄影表里面然后去查看这个形态编辑器的这个 形态编辑器的这个关键帧 现在这个动画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直接给他导出fbx我们看一下效果 直接导出fbx fbx我们 直接为111 这边选项默认的没有调没有调试啊 直接导出 好然后来到我们新建的一个blender里面我们直接导入 导入fbx 好导入这个fbx呢我们看一下 他是没有这个动画的 我们然后来到我们这个 形态键里面 我们这个形态键呢 我们这个形态键呢是有的 但是他没有动画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动画摄影表里面看一下 他没有动画 没有关键帧 但是没有动画关键帧 而且这里面这个明度值呢也停留到这个0.891这个位置 他停留到这个位置 没有动画 那这就出 这就是一个问题 那么怎么让他 就是导出代动画的 有两种解决方案 第1种方案呢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 先 先把这个给他关掉啊 我们可以这样做 可以到我这个你选中这个我们这个物体啊 选中我的物体 然后直接到物体里面 这个动画里面这个 烘焙动作 你直接点击烘焙动作 然后这里面可以选择自带的物体 因为我们这个是物体 所以直接点击 确定物体就可以了 烘焙完之后呢 来到我们的时间线 我们可以看到 他形成了每一个关键帧 他把我们整个时间线上 全部生 每一帧上全部生成了关键帧 然后这个动画摄影表呢 只在0到40帧有动画啊 好的那我们再给他输出一次FBS 我们还输出这个111这个文件 我们来到这个新件的这里面我们导入 然后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0到40帧呢是有关键帧的 然后后面这些关键帧他没有给我们他们直接给我省略了 因为40帧到250帧 他是没有动画的 我们也可以 看我们那个形态键 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形态键呢 也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导出来 形态键 导出来FBS带动画的需要烘焙一下 那么第2种方法呢 给大家说一下 还是在这里面 新建一下 第2种方法就复杂了 那么我们需要先给他导出 导出ABC 导出ABC呢这里面大家可以 需要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细分这里面 点击上应用 点击好应用 然后我们给他导出这个ABC 我们导出一下这个ABC文件 导出之后呢我们来到这个新建里面 我们给他导入 打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 这是带动画的 但是呢 他没有我们形态键 也没有我们的关键帧 他是什么呢 我们来到修改里面 他没有形态键的啊 来到修改器里面 因为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什么呢 他是一个网格 网格序列缓存 他只是一个缓存 如果你不要这个缓存删掉呢他就没有动画了 他里面没有关键帧啊他只是一个缓存 那么这个怎么办呢 就我们需要先 给他导出 啊我们先需要先给导出 MDD 大家如果这个不能导出MDD这个格式呢 可以直接去这里面 编辑里面编号里面 然后去插件里面 输入这个MDD 然后这里面就有个导入导出了这个插件啊 可以导出MDD这个格式 然后 直接给他导出为MDD 导出MDD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缓存可以给他删掉了 删掉之后的就没有动画了啊 然后 我们直接 给他导入 直接导入MDD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直接导入MDD呢 他生成一个0到250帧 每一帧都加上关键帧的一个动画 啊 但是这个动画你会发现 他有问题 那么一开始呢你看 他是这样一个 是这样一个比这样一个高的哈 这样一个高的一个矩形 那么他一开始动画看变大 变高了 看到没有 变高变 变窄了变高还变窄了这个动画 动画是有一定的变形的 啊 这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导出的一个过程 啊 啊这种两种导出的方法大家觉得哪一种好 就使用哪一种 或者你用 其中一种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你就用另一种 啊这是两种解决方案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来试一下 我们说一下 那么像我们带骨骼的这种动画 就是我做了一个带骨骼的这种动画呢 导出LBS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导出FBS 然后这里面选项保持默认哈 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改动 然后直接导出 导出之后呢 然后我们来新建文件里面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动画 那我们的人去哪里面呢 现在只有这个 现在只有一些这小零件在动画 人的动画去哪里呢 然后我们可以 放大看一下 人在这个位置 人跑到这个位置 而且这么小 而且这么小 而且他的动画是乱的 骨骼在哪里呢 现在骨骼我们肯定是看不到 啊对我们的骨骼在人身上 骨骼也这么小 那这是一个问题 那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样解决 我们还回到这个文件 我们在导出的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调 导出的时候呢 需要在几个数据里面 把这个仅法向 改为面 而且应用修改器呢 里面如果你 啊那个文件里面 就是你这个 我们这个 文件里面没有就是 就是这个修改器这里面 如果你没有使用修改器的话 这里面 你可以不勾选 如果你这 如果你这里面有修改器 还没有用应用掉的话 你这里面需要勾选这个应用修改器 然后下面这个骨架呢 我们就保持默认不动 下面这个烘培动画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LA片段和全部动作 给他勾选掉 把这两个勾选掉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 再次给他导出 FBX 那么来新文件夹里面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我们先把这些全部删掉吧 全部删掉 我们导入 导入刚才我们设置好的导书 好那么这样看呢 我们把 文理给他打开 那么这样 这样看呢 我们这个 动画呢 是和我们导出之前 这个blender格式动画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么关于FBX 带谷歌的导入和 就是形态键的这个导出呢 然后就 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段视频对于有任何的话 请关注 点击三联 我喜欢啰 谢谢大家 民众 show